好 目前时间越晚 各地感受到的风雨会更明显 但风雨是不是已经真的进来了 现在台风的位置又在哪里呢 赶紧把时间交给这样的主播宣童 没有错 中台小犬的暴风圈是已经出路了 但是它的实际暴风圈现在才即将进入到东半部地区 所以整个东半部包含像是花莲 台东呢 在入夜之后 风雨会开始越来越强 那么我们也来透过这云图看到它目前的状态 可以看到它结构是非常的扎实 而且很浑圆 在过去呢 其实它一度是有消风的 但是现在它的强度又回到了每秒45公尺 会以这样子的巅峰状况来进入到台湾的陆地 那么目前它的最新动态就在大家来看 在鹅卵比的东方大概160公里 持续的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往西的方向来移动 七起风的暴风半径是250公里 所以当它靠近到台湾的时候 会笼罩超过一半以上的台湾 包含像是宜兰引南 还有新竹引南 即便大台北地区不在它的警戒范围 但是呢 外围环流加上东北风的关系 风雨依旧是会非常的大 而预计在明天的早上 它的中心就有可能会登陆到恒春这一带 现在看起来这路径是有稍微的往南修 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可能 北边的高压非常的强势 它没有办法去突破它 以至于它会往南修 而这样子的情况呢 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 也就是它对于地形的交互作用就会比较低 也就是它在通过台湾的时候 它减小强度会稍微的几率变低 而且呢 它的速度放慢几率 也会因此而变得比较低 但是目前看起来还是认为 它有可能在明天的下半天 就有可能会出海 而预计在礼拜五的时候呢 它的暴风圈就会慢慢的远离台湾 就会解除陆上台风警报 礼拜六的时候就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 但也不排除在过台湾的时候 它会再消风 无论是它的暴风半径还是强度 所以它实际上状况可能会有所趋缓 那么就来看到在其实西向署 也稍早发布了豪雨特报 特别针对整个东半部地区 都是来到了豪雨等级 但是现在台风持续的进入过程当中 它的强度还会持续增强 未来不排除会升级为大豪雨以上 下路 好 孙总刚才虽然提到了 暴风圈离开台湾的时间 但紧接着廉价 也会受到台风后续的影响 到我们的天气状况吗 好 确实现在风雨是已经进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整个桃园以北的雨量 非常的惊人 以累积雨量来看的话 其实在桃园以北 包含像是大台北地区 宜兰的平地 也都有突破100毫米以上 甚至在宜兰太平山这边 也已经快要到200毫米了 非常的惊人 要特别提醒大家 尽量不要到山区去 再来 强风的部分 也是持续的发布特曝 包含像是整个12级以上的强震风 会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有可能会出现12级以上 甚至不排除会来到14级 而在台东离岛地区 可能会出现17级的强震风 而在西半部地区 也尤其要留意 虽然目前的雨势 感觉还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因为挟管效应 加上东北风的关系 所以这里会吹起9到10级的震风 甚至在台中 彰化也都已经出现了强震风 11级 而在大台北地区 也有出现11级的强震风 紧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未来的降雨会怎么走 今天其实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入业之后就会开始逐渐的增强 但是礼拜四的时候 还是它影响最为剧烈的 除了整个东半部地区 会来到大豪雨等级 像是整个南高平地区 也不排除会出现豪雨以上的强降雨 明天整天都要留意 在未来几天要注意到 就是除了它离开之后 礼拜五会渐渐的远离 但是依旧受到了外围环流的影响 东半部降雨会持续 南高平地区因为比较靠近它的淫风面 所以雨势也是会大的 而到了礼拜六 依旧受到外围环流 加上一些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在北部地区的降雨 可能会一路的延续到国庆日 都还会持续 我们就透过这个QPF的整合资讯图 来带大家来看 在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还是在它的影响范围区域 而在礼拜六礼拜日是逐渐的趋缓 但是礼拜日这一天 东北季风加强 所以礼拜日礼拜一呢 整个东北角一带 又不排除会有较强的雨势出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